欧阳家真的话题不断 欧阳怜怜14日出席新系记者会 丢出休息圣汉弹 二女娜娜三年前也为了演艺工作休学 当时被酸是为了钱 不过她受访时表示 自己从来没后来自己的选择 而日前她接受大陆媒体专访时 把气回忆酸民 为何书要在学校读 让支持她的粉丝大赞 那比实在太棒了 欧阳娜娜这几年工作重心全放在内地 拍戏、迟禁秀、演奏会代言样样来 还有人帮她计算 这些通通加起来 至少超过3亿台币收入 加上她常在网上跟粉丝互动 曝光率极高 让她圈了不少粉 不过今年娜娜重返校园 据说为此她推掉7部电影和戏剧 现在姐姐跟上她的脚步休学 爸爸欧阳龙表示完全尊重 只能说有两个宝贝西超鸡 爸爸怎么能不点头呢